是的 知道他有的时候知道是什么样的架 他可以不接 看起来的话 呃 DV会更偏运营的那种感觉 更远点枪线一直在限制 Hopo应该是听到今天脚步了 是的 告诉你说赶紧走 哦 这波很伤啊 又是heaven 看看圈形怎么刷 而这边在堵公路啊 CS很危险 Wemcard已经被打下来了 居然没有想到 在公路上遇到一只堵截的LG 是的 Bug的转移方式SQ 又被堵一次吧 CS怎么到哪儿都有人在堵啊 哦 这个就很难受了 哎呀 这又掉两个 是的 就剩一个了 还能不能走 能不能跑 CES确实就是没有想到 SQ在这个节骨眼 他其实并没有动车 CES 都是堵匪 是的 他想的是这个圈刷出来 大家应该都动了嘛 那我又走这个南边公路 我一路往里面进了 嗯 结果你一直没 你一直没动 哎 这波天诈开局 还上一个 CES头好 刷是第一树位 阿迪收尔过来了 打一个 后续雷跟上 顶住推斯曼的那一波 顶不住打拿瓦这一波呀 主要有火 带兄弟来的 原来有枪线也就是要当心 老卢又打了一个 哎 这位置不好救啊 主要是打拿瓦 他头上两个人一直能压制 乌克雷也能搞一搞一搞你 还是很难受 现在GBL呢 想要去打迭外这个点 他现在比较记载的是侧翼啊 东边STK那个高点的视野信息 这个点就只STK不在 我觉得GBL大概率可能是要动手的 刚起到STK STK到 嗯 他那位置我觉得还是你要想打的话 就先打 因为他太低 他信息不全的话 你过来如果出枪 打一个冷枪 打倒一个再补雷 效果更好 是 嗯 小鹿 放倒了LG的一个人 Kickstar被击倒了 补掉了 还行 拿掉一分 是 那FORM可能会持续 会给LG施压 因为北边那个 马路的那个反坡 SOMER已经是踩住了 LG 一点不定的没做 可以 前面那个车在吸引注意力 但是DG酒吧也倒了 是的 双方互换 又引了一个 直接去会合了 M就一个人了 哎 哎 这枪居然没中 嗯 如 一 二 嗯 有操作空间啊 是的 但是泰鸣直接是绕屁股 这是第一枪发闪 谁没打架 不过后续啊 又是泰鸣 没什么问题啊 这边也算是撞成功 对的 旁边是天霸 还有哪位 看谁会成为第三方 但是现在天霸和SQ的距离 已经非常近了 要开打 我感觉天霸是没有哪位信息啊 嗯 那个他还是想 隔了有点远 对 就还是想 给SQ先打掉 龙斯哥远点在架枪 先打掉一个麦 对 这机会来了 但是 这再往 要往前顶的话 其实还是很有风险 黄胜利这个点位 是一直没有漏的 并且旁边还有一个哪位 嗯 所以对于天霸这一波进攻 是风险系数比较高 对 你看龙斯哥在拉的位置 他在拉的话 容易拉到哪位的枪口线 那这哪位四个人在看你 嗯 屁股后面全来了 你看我把我把跑 已经往那边就跑了 整个天霸的背身会全部露出来 X3某已经出手了 领树被打掉 这样的话 哪位应该是想把这一侧 这个战场全吃啊 上一把恩怨清仇 这把又是SQ 是的 这就是没有 你完全想不到的点位 出枪啊 这个就很没有问题 看这也反方向的呃 另一面说明了 其实PZO的队伍 对哪位的了解还是太少了 是的 一个人也想把看看能不能把 嗯 哪位倒是可以去拉斩自己的枪线 这个地形下就投入物要用好 一个手雷 打这种三地阵地战 哪位说 在没有外界枪线干扰当中 你看我揍不揍你 嗯 还是要压倒 压枪线一直在干扰 往侧面拉吧 来X3某在左边 一直在给信息 SQ已经被补了 这样的话 4打3 还是要忌惮一下自己头顶上 GBL的两边的战斗 哎呦 又是Heaven 哎呀 Haven真的游啊 游到哪位南边了 嗯 嗯 在顶 又远点 Haven又击倒一个又是Heaven GBL全是他们的枪线 两队打架 全是他们的击倒 他这都不玩 但是Example 这边顶上来打到黄胜利 哇 这个被打头了 哇 又是Heaven Haven打了三个Navi的 你看他看他这个高点 他真的准 对吧 准是一回事 点位好 也是真的点位好 单人次淘汰 是的 这可以去清了呀 感觉 队友全在帮衬他了 感觉这一局 Navi 把把死在第三方之手 嗯 太难了 这边还是很稳的 几颗头如果先尝试一下 没有什么信息的话 还要等蓝圈吧 是 往前走的话容易 如果踩雷的话 自己可能也不好救 知道你人不多 那一 你看右下角 昏旁是去强 终于也要进那个点位了 他最冲的话 实习这里的话 也有机会去炫驾 是的 第二的飞速就被拿下 嗯 利普哥这波已经是很难操作了 这边大军 也不想给利普哥任何机会 利普哥不出了 不是也不给了 对 他还是被火带走 嗯 关门这里也损失惨重 只剩萨摩 嗯 没有运营的空间 只能去硬推了 是 实际这里的话 出来的路上 应该也是受到了 Dalawa的这波 分数不会拉得太 太近 我要看一下 Zenji他的 这一局的得分情况 不过Zenji太边远了 其实 要拿高分很难 是的 Elonix 运机变前啊 两支队伍 就小北这个点 要不就不给分了 嗯 就趁现在 还没有完全缩的时候呢 你看能不能K点 远点的分数 是的 对吧 再K了 再K了 如果 圈来了 就不出了 没错 Zenji这里倒了 倒了两个人 打倒一个 小北打倒一个 Elonix 能补吗 感觉好像是有掩体啊 有掩体 有掩体 感觉不太好补掉 是的 那是蓝圈要收缩了呀 就这把17呢 跟Firm的 又转起来了 嗯 把Zenji也淘汰掉 是的 另一边 就是Azan的呢 因为卡兵亚跟Hal 他是马路之隔 两个队伍就是分别卡住整个圈形的西侧 那今天就很难腿进去了 这不就很难操作了 对不起 他太难了 怎么玩 是的 玩不动了 你还想救吗 救起来不给分嘛 哦 已经被布拉克斯补掉一分 有 算了吧 这个很难进的 对 好 救不了了 应该是队友给他包啊 把包给他 能扎到哪一步 是哪一步啊 是的 你现在往前勾一名是能多一分的排名分 是的 Azan找一个人看就好了 他去找找周边的一些信息 他在等 嗯 也无所谓 倒是他这个马路的南边都是他空的 嗯 好的 LG也进不了圈 就等蓝圈的消耗了 啊 扎扎绷带 玩 也是想把北边全部清掉 绑一绑二啊 他好像不知道厕所里面是有人的 还在向原点的Demad丢雷 看到了 看到了 是的 真的话 It's crazy 应该是友谊跟队友沟通 你去扔道具把他逼出来 那这个火烧不到吧 对他在桌子上 应该算是保护 能打到 是的 两个人打了一个包枪 嗯 那这样的话 小厕所这个点被拔掉之后啊 Demad这个点 因为太低 有人 直接没发现 还在扔头住 Demad也是 他之前好像就被发现的 就直接发现了之后 他这个趴了这个点 他如果掏枪的话 这波 只能看保安亭里的兄弟 给不给力了 给不了力 他其实不完 就真的想拿分啊 不能上头啊 不能上头 目前已经第四位了 对的 58分了 他已经出枪了 这个德国老哥是真挺狠的 我打了个三四 我全都打 好吧 全要啊 确实这波打的是 真的是很凶 但是呢 要考虑到 这时刻 这波也是打拿把的机会 看守雷 守雷好像不多了啊 交后的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之前在整个山坡上的战斗 对吧 罗瑞兹被Galaxy击倒 皮外这个位置 我又是Heaven 打着地上 Galaxy也打 放到了对手 火喷 啊 这个会直接换局 他们直接喷 嘿 又是Heaven 又起来了 又是Heaven 又是一穿三 太顶了 这个人 哎呦 他已经找到了秘诀 他有一本宝典 把这个武功练到第十层 哎不是啊 这边Espirit怎么会 他想埋在这里去搞 埋一个 打了两个吧 又打了两个 这一波很关键 这的话 大转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但是这的话 但是这样不能吃鸡 是啊 他扩大了GBL的吃鸡优势 对 但是他的想法很野 是的 GBL来了 又是Heaven 我抵妈 这个人太顶了 就任断 打开了一样 是的呀 练到了第十层 是的 是的 就A3 Espirit 他的想法很好 但是他的结果的话 如果 打那吧 依旧能扶起人 肯定是他不能接受 SALUT已经倒了几次了 三次 被捕掉 嗯 我单人七个淘汰 又是Heaven 捕的 分队啊 Heaven捕 他的队伍都不能小看他 对 这种人有潜力 什么时候爆发 差一点点啊 pick的时候 其实有感觉有点慌 嗯 但是GBL 两个人已经顶到了近点 Torsi跟Glass Inonix那个点位有没有 GBL默认人全在前面 手耳 又是Heaven 正面放到了手耳 Heaven 单人八个淘汰了 15杀了GBL A3也剩一个人 那GBL如果把最后一个人排掉的话 那4打1 Inonix那个是 没机会感觉 感觉内部就应该出手了 那这波击倒 什么情况 Heaven没倒 Heaven没倒 一切都不行 又是Heaven 又是我 哇 那边Inonix这个